我们继续来看的是台湾的东营岛 它的战略位置在全台外离岛当中属于重中之重 不同于金门马祖已经大幅的裁军 东营甚至部署了战略级别的军武 也就是雄三跟天宫飞弹 岛上甚至还有长城预警雷达 将台海战略纵深向北延伸大约100公里 因此军事战备的严谨程度 在全国战区当中数一数二 夜幕低垂空气里弥漫着警戒氛围 部队咸眉行军 唯一能听见的只有军靴于地面接触的声音 一旦发现可疑目标迅速警戒 军警海巡火速协调支援 发现不明人士 我已邪请警分所及海巡署暗巡队前往处置 在东营这样的武装夜巡时常上演 毕竟夜色的掩护 往往是敌人攻击的最好时机 此时夜间防护射击 随时必须快速反应 机枪上膛 装甲车出动 信号弹点亮夜空 各具点枪炮 同步开虎 异光弹与机枪机炮 组成绵密的交叉火网 破机炮支援 不时穿插 异光弹 但各式轻重兵器 当然不是东营最厉害的地方 有没有 有没有 当飞弹时代来临 台湾全岛都已涵盖在共军的射程范围内 过去的前线金门马祖距离大陆太近 完全没有战略纵深及预警时间 因此重要性逐渐下降 唯有东营仍保有高度战略价值 我们东营距离中国大陆是 马祖海域里面最远的一个地方 所以说早期我们跟中国大陆并没有接触 东营距离中国大陆约50多公里 超出绝大多数传统火炮射程 距离台湾本岛约180公里 大幅将我方战略纵深向北延伸 而岛屿的沿盘地形更是一手难攻 东营的地形大部分是像这样孤立于海面的悬崖峭壁 就算是摊岸也是相当破碎狭小的沿岸地形 完全没有办法进行大规模的两栖登陆 因此也造就东营绝无仅有的战略条件 正因为这样的天然优势 国军在东营部署了强大的战略级武器 包含天空飞弹 担任台湾本岛第一线的防空屏障 以及雄三飞弹 射程范围甚至可直接攻击上海 发射井采用坑道隐蔽 从外观完全无法看出 我们打出去没有问题 但是人家打进来是打不到他的 因为他都建置在沿岸里面 说到防御性攻势 位在东营指挥部旁的安东坑道 就是鬼斧神功的代表作 进入坑道 迎面而来是260公尺的陡坡 据传过去曾考虑建置铁轨进出飞弹 必要时拉出来发射 但阵地曝光因此作罢 整座坑道除了运用炸弹爆破 也必须透过官兵一辅一凿亲手开挖 他们一切生活所需 通通要在这边解决 像是这里就是官兵的大寝室 大概可以容纳一个牌的兵力 这里的环境其实相当的阴冷潮湿 所以可想而知 他们相当的艰辛 必要时 整个东营指挥部兵力 都能在此集中 但现在兵源减少 坑道开放观光 只有战时才会重启作为军用 昔日的炮阵地 官兵硬是从峭壁中开凿的射口 如今已成为无敌海景 东营为了支援战略及飞弹巡标 也建置了强大的长城预警雷达 一切的能源供应都能自给自足 现在在我右手边的球体建筑物 就是东营的空军长城预警雷达 而众所周知 这是一个相当耗电的设施 因此它所有的供电所需 就来自我左手边的东营发电厂 其他包含飞弹阵地 各类军民用设施 以及水库 通通由这边来供电 而我们也可以看到 整座电厂是包覆在掩体之中 就算遭到飞弹打击 仍然能正常运作 隐蔽在强硬的山壁之中 东营电厂有五部超级柴油机组 以及12名组员 只要遇到战争 将优先成为军事使用 到军方的这一套管 到雷达战系统的大部分都已经地下化了 所以你就算要炸 想要炸进去是不容易 你们看到那个都是花干眼 虽然东营战略位置绝佳 多年来也构筑了强固的防御攻势 但在96台海危机 也曾遭到对岸的强力包围 东营曾经被一百多艘铁克船包围 然后我们台马轮从南干要开来东营 寒道都被他们拦住了 那时候海巡艇只有南干有进驻 就特地派了海巡艇上来 请他们擒出一条寒道 给台马轮进出 从国之北疆的石碑对海望出 中华民国实质占有领土的最北端 北固礁 屹立在惊涛骇浪之中 正如同东营高耸的花岗岩地形 镇守台海第一线 成为2300万国人 最坚实的屏障 TPBS新闻和佳阳顾上军 东营报导 共军军演也让空军常常要紧急升空 疲于奔命 最近的这些围台军演更是雪上加霜 彭博社就点出了台湾的飞行员 严重不足 而且说至少要50年才能够补齐 两岸情势紧张 共军直接在台湾周边的海空域 进行实战化 锁台军演 战机多次逾越海峡中线 这些军事行动如果长期下来的话 会对台湾的空军造成庞大的压力 用疲劳战消耗我们的飞行员和战机 而彭博社就评估 台湾至少需要50年的时间 才能够培训出够多的飞行员 让战斗机队不至于有机无人 根据国防部的数据 2020年中共派遣380多架次军机来台 2021年提高到960架次 侵扰台湾防空识别区 不只是恫吓展现军力 也是迫使台湾出动战机拦截 拖延训练战机新飞行员的能力 即使台湾向美国采购66架全新F-16V战机 但飞行员人数可能难以跟上 F-16有66架当中总共有两 有十架是双座 就是双座飞的 那就有76个座舱 其实如果你乘以1.5 也要100多位飞行员 那我们每一年能够多增加的F-16的飞行员 除了基本数之外 也只能增加两到三位 那你要增加100多位 不是要50年 这样可不可以鼓励他 或者其他的诱因 将来升线会比较快一点 或者是他们这些飞行员 毕业之后都升一阶 由中尉给他升到上尉 早一点点晋升 给他多做鼓励 我认为有必要从这一方面来做调整 要比他同阶的陆军跟海军稍微多一点 这样才有诱因 不然同样的阶同样晋升 没有诱因 他会到陆军海军 他为了安全考量 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 认为台湾要严肃以对这个问题 勺子划下 飞官更难找 但国军必须加快招募速度 根据美国国防部 在2021年发布的中国军力报告 中国大陆迅速推动军事现代化 目标设定在2027年 具备在印太地区和美军抗衡的实力 逼迫台湾依照北京设定的条件谈判 而最近共机扰台加剧 战机不分昼夜 紧急升空 警戒拦截 让飞行员 地勤机务人员等等疲于奔命 其实人力早就严重不足 飞行员不足就是体制上恶性循环 因为从以前的金石案经济案一直裁军 地勤人员裁了之后 那原本地勤人员的一些事物 当然就会转到飞行员的身上 所以飞行员的工作就会加重 另外一个就是 台湾的飞行员没有足够的时间 让飞行员准备飞训的任务 我们一样以美军来比较 美军至少有三天的准备时间 那在台湾只有半天的时间 准备飞训任务 所以很多因为任务或准备飞训 常常没有回家 是飞行员常有的事情 之前有训职的同事 已经很久没有跟家人小孩见面 那后来见面的时候 就是看到的是冰壤的尸体 战机老旧教练机失事事件 都让年轻人越来越不愿意当飞行员 而未来空军战备任务 只会日益反重 前空军航空技术学院学务长林玉峰建议 可以把近三年退役的二代战机飞行员 优先纳入较招对象 先以同城方式成立后备飞行大队 分担现役飞行员反重的勤务压力 常识性的和学界共同的共识 是认为说 在这个美国的其中选举 与中国大陆的二十大之前 没有这样的一个动机 也没有这个环境 领导人要下这个决策 来这个兑现所谓的反分裂法 或者是兑现拜登所讲的 军事上的支持台湾 但是呢 过了这个二十大之后 一直到这个2024年的选举之间 这个就可能很难说 而且既然现在双方的军事接触 派出的这个批次规模 也都越来越接近 那么短兵相接的情况之下 是不是有可能会失控 我觉得除了双方的高层以外 第一线的这个官兵 保持高度的自治和纪律 恐怕就很重要 飞行员每次的升空 都是拿命拼搏 他们不只是国家栽培 很久的人才 更是一个家庭的挚爱亲人 政府必须好好重新检视 飞行员的人力和安全问题 TVB的新闻 谢谢希望一捷 看到不到 蔡政府执政六年 已经断交八个国家 看看台湾现在仅剩的 十四个邦交国 近日包含了海地图 挖路及梵地冈的邦交 岌岌可危 如今两岸局势升温 大陆有没有可能再挖台湾 墙角也成为关注焦点 目前我们十四个邦交国 关系应该都是相当的稳固 罕见在外交部大动作 召开国际记者会 除了谴责中共的文攻武贺 外交部长吴钊燮同步强调 台湾邦交国们 目前没有问题 回顾过去 自中共建国之后 台湾就历经了多次的断交潮 历任总统包含了李登辉 陈水变马英九等人 虽然说在这过程当中 邦交国略有起伏 但是大致上还是呈现一个下降的趋势 目前邦交国是只有十四国 近三十年来的邦交国数量 从李登辉时期最多达到三十一国 自1988年起不断锐减 阿扁的八年时代 邦交国降至二十三国 在马英九实行活络外交下 经与甘比亚断交维持住二十二个邦交国 但蔡英文上任仅仅六年时间 一口气包括了 圣多梅普林西比 巴拿马 多明尼加 布吉纳法索 萨尔瓦多 索罗门群岛 吉里巴斯 还有去年底片面宣布 与台湾断交的尼加拉瓜 台湾被八国断交 友邦只剩下十四个 屡创下历史新低记录 那过去因为两岸都避免在升高冲突 所以用这个邦交国的这个争夺战 来解决彼此的矛盾 那事实上成本是不高的 因为军事成本的话就非常高 风险也很高 那现在两岸之间的这个 等于说的冲突 已经到军事层面了 我认为就再用外交层面的这种 低风险的方式来解决的 可能性就会下降 在未来这个邦交国 倒不会是一个两岸冲突的一个 很重要的场域 说实话能够维持一个稳定 主动权不在我们 在中国大陆 那么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就是说你愿意投注多少的资源 过去几年来 中共拼命挖台湾墙角 友邦邦交不稳时有所闻 而看看现在剩下的邦交国 绝大多数皆是南太平洋 与加勒比海的小岛国 若要稳固邦交或是强友邦 往往都得要提供巨额外援 因为这个邦交国的话 都通常还牵涉到金钱外交 那这时候投入金钱 去找这14个小朋友 对中共来讲成本效益也不大 但台湾人民也都好像习惯 觉得反正就是这一套 所以它的威吓效益也不大 就是比较是向军性的 实际上的军事的协助 外交上可能有点帮助 那经历上呢 那台湾邦交的机会是要大 尽管谨慎的邦交国 也在岌岌可为边缘 但两岸剑拔弩张 关键时刻台湾更得认清自身优势 才好在国际政治的缝隙中 找到生存空间 我们现在看到的 比如说美国对台湾的支持 日本对台湾的支持 还有欧洲对台湾的重视 这些大国跟台湾的实质交往 远远超过邦交国的数目 它原本就有一个地缘政治的 这个关键位置 美中台持续角力 在中共对台展开一连串 军事经济压制之际 尽管目前台湾手上 还有的14国邦交国 在短期内还不是目标 但如何在外交战中突围 也是不可忽略的一环 电影新闻中的荣成文乐 台北采访报道 专家分析 一旦中共要是真的武力犯台 其实对全球经济体 都会严重的受创 程度还大于恶乌战争 而且连大陆本身都会自杀 飞往上海班机取消 韩雅航空飞往纽约班机也取消 原因就是基于安全讨量 还有越南则建议航空公司 调整飞行路线 而这持军演中影响的一小部分 在马货柜的货船也传出 因此绕道而行 根据彭博报道 天然气供应商正在改道 或是降低往北亚的 液化天然气船航速 影响台湾日本供货进度 台湾位处全球最繁忙的 航运路线之一 包含能源运输 还有全球赖以为生的 半导体供应链 全被中共军演打乱脚步 据航运界的估计 大概有50%的航线 是要经过台湾海峡 因为上海是全世界最大的 这个互惠港 沿途下来有 这个林坡 厦门 以及深圳 因此这条线 如果航运受到影响的话 整个供应链都会受到影响 我们出口大概占了 我们大概占了40% 那其中大概有 三分之一是电子产品的话 根本没有替代来源 高雄港是世界排名 第十五大的货柜港 尤其台湾晶片电子设备的 重要性无可取代 依这次中共军演来看 该道就会增加成本 如果台海局势再恶化 受创程度恐怕难以估计 中国大陆对台军演恫吓台湾 一旦武力犯台 根据日本经济新闻的预估 包含OEC的会员国制裁中国大陆 整个世界经济体将会蒸发 2.61兆美元 而其中中国大陆的伤害最大 因为包含了消费性电子产品 还有机通讯产品以及科技业的零组件 其实供应链都仰赖台湾 一旦战争爆发 中国大陆的经济受创最严重 VCD国家联合起来对中国大陆制裁的话 那个制裁的外溢效果 跟制裁目前在制裁俄罗斯的这个情况 是不同档次的 因为中国大陆的经济规模 在今年来看 是超过俄罗斯的11倍以上 中国大陆整体经济规模是20兆美元 俄罗斯顶多差不多1.8兆美元 所以这是外溢效果 会伤害到全球经济的发展 而不是只有对中国经济制裁 对中国经济造成伤害 两岸之间的分工的体系 是一个比较垂直分工的体系 台湾我们去年大概出口大陆 大概1800多亿美金的这个东西 其中85%是比较带工 就是说我们是输出零组件 原物料在大陆加工 再卖到欧美 所以这方面85%它如果抵制的话 其实它会成本会增加很多 如果OECD38个会员国联手抵制 中国大陆的GDP有将近10%会消失 双方损失相当于全球GDP的3%以上 对中国大陆冲击 不只科技产业锻炼即便是农业大国 但黄豆进口有大约三成都来自美国 将拖击肉品价格 尤其中国大陆目前也正处于 经济低迷的状态 如果再加上战争带来的经济压力 恐怕难以承受 大陆现在经济其实没有很好 本身很多在美国投资很多公债 现在有1兆美元 如果美国把它冻结它的资产 那这1兆美元就变废值 它的股市会重创 因为大陆现在面临很大的问题 包括它内部的一些 这个房地产的危机 它现在内部的政府的债务 占据利率到300%已经上倍了 这时候还有一带一路的海外的损失 因为现在大陆这三五年来 可能都在处于结构转型 在中国大陆秉持疫情清零政策 已经对全球供应链造成严重破坏 若是在爆发军事冲突 不止台湾与中国大陆两败俱伤 世界的经济体恐怕也要因此付出 惨痛代价 还有这波台海危机会对台湾半导体产业 产生哪些后续影响 也值得密切观察 中国大陆积极发展物联网电动车产业 近期在武汉全新打造 占地13公顷的测试场域 无人自驾车进入封闭环境 模拟风雨雷电 看看汽车能否在极端气候下维持稳定性 电动车与沿途行驶道路 需要传感装置 5G通讯 所有智慧化基础设施都少不了晶片帮忙 中国大陆持续撒币补贴 上下游一起练兵 务求突破美国封锁 确保晶片自主 中国大陆不想看别人脸色 美国也会担心 若过度依赖台湾半导体 一旦两岸开打 美国将失去制造武器的能力 经济立刻衰退 因此美国立凭在地制造 要分散战争风险 美国国会八月休会前 火速通过晶片法案 总统拜登也在八月九号正式签署 要求接受补助的业者 未来十年内禁止在中国大陆 投资二十八奈米以下制成技术 同一时间 美国扩大打击面 防堵十四奈米以下的半导体设备 卖到对岸市场 并拉拢南韩日本台湾 组成晶片四方联盟 如今台海局势紧绷 美国是否加大管控力道 专家这么解读 美国可能就没有办法取得重要的晶片 压制运算力就是压制AI的发展 就是人工智慧的发展 所以美国在这个算式 已经是一个确定的政策 不是因为短期的台海 他会去扩大打击面 反而有可能因为短期 想要双方想要降温 比如说我美国 我本来可能这个月我就要宣布说 我连记忆体都要 设备都要管制 但是可能各方 比如说他们的国安单位 会跟他们的行政部门 比如说商务部那边说 不然这个再缓缓 我们可以晚一点再宣布 解放军加码军演 最怕半导体供应链中断 打击全球生产 专家提醒 有鉴于台海陷入高度不稳定 已经有国际大厂 对台湾心存疑虑 尤其是欧洲 这些主要的决策主管 我讲的是CEO 或者是董事会 其实本来他们是在 在委外的部分 他们在台湾要加码投资的部分 其实在俄乌事件之前 都非常确定 但是俄乌事件之后 一路到今天的台海 那些相关的这些事情 其实我的了解 他们有再重新的思考 短期不能快速医院的原因 在半岛里这边 特别是因为这种晶元 或者是说晶片的投产到哪一个晶元厂 或者是哪一个晶元厂的哪一个制程 其实前面的决策准备起很久 很多外商来这边做投资 或者是说下单这件事 其实都已经把这个风险 长期的风险已经考虑进去 外媒路透最新专栏 以台积电是中国对抗美国与台湾的 王牌为题 认为北京当局可借由海空封锁 阻挡晶片消往世界各地 台海浓浓烟消卫 以台积电为首的半导体业 是另一个主战场 TV北新闻 李延志 戴源立台北报导